终于来到这个火翼双子特辑的最后一部分 如既往这条片的前半段会做一些本年2022的升象回顾 还有我制作及可以去上载得及这条片 是在本年的12月9日 礼拜五 好 先去回顾什么的升象呢 话说在今年4月我无端端出了一个塔尖暖蓝星座运势 叫做攀维尔九号外版 那次塔尖暖蓝星座运势专门会说在明月和明月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在11月1号我说过在四五月会发生一些大型性丑闻 我还是强调大型的性丑闻而不是大型性的丑闻 那果然发生什么事呢 那印度这些都不再说了 印度这些事基本上天天都发生 所以果然在印度出了事我就完全不惊讶 那就是网友跟我说 我也都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一回惊奇的事 但是呢 竟然在香港果然是出事 就话说在五月六号就有三个人 首先有恒生大学 两位一年级学生 和一个不知如何崩尾的保险经纪 就说他们在沙田 香港恒大赛卯会住宿书院某个地方 就有一个人教售另外两个人强奸一个女子X 这件事的确是发生在本年的五月份 这些叫做群奸 总之多人强奸人 这件事果然是如我的预计 这件事也挺狠狠的 竟然是在一个大学宿舍里面发生的 接着呢 同月了 在几天之后 大概在五月十二号 有一件事件呢 它有点似乎 它算是一个拆变球 但其实那个能量呢 你想想一下其实很重 还有为什么就是偏偏本年的五月发生 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有一件案件早于 就是一些违奸 违奸的事情 两男在天水围违奸 一个十四岁的醉酒女童 这件真正的违奸案件 其实发生很早很早 在2019年发生的 OK 但是它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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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来本年2022年的五月十多号 才开審 OK 那它是不是其实将这件事去曝光了 因为它开審 接着那些人就会去报导 会去讨论这件事 那些网民就会去关注 那偏偏呢 这件这样的大型性的丑闻 是吧 就是 是这个丑闻 是吧 它就在这个时候去公诸世人面前 就是在本年的五月 都是在五月里面发生的 OK 所以 跟我之前说的那些声像 就非常之那个时间 是很贴切 那还有 你想想一下 我们香港很少说有这些 那么多违奸的事情 我们会去 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会有发生 但是我们未必知道 但是它知道 我们真的会去谈论 会在 上头条 就是在今年 2022的五月 那就是说 由 1st of April 开始 一些不同的阶段 我刚刚解释了 就会社会上面 还有在任何社会 不只是说香港 因为这个迁征图是全世界的 OK 所以在这个人类的地球里面 会发生一些大型性丑闻 大型的性丑闻 并不是大型性的丑闻 所以就可能容易发生一些 可能一些群交 甚麽性外派对 一些轮奸 这样的事件 是会曝光 给大家去知道了 可能会上闻 新闻头条 那我讲这件事给大家听 不是为了大家可以去吃花生 而是去提醒一些 比较容易受害的群体 例如女性 如果你未来是 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活动 你不该要大眼吃人 首先这些大眼吃人 就是这些活动 是不是你家人 是不是信得过的 或者你真的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还是一些新的 不知道哪里的猪狗狗 如果是的话 你不要去参加他们 If in doubt 不要去 因为这些Mars 因为这些一大班人的地方 就容易发生 我刚刚讲的一些 性方面一些不好的事情 一些方月淘汰的 一些意外是会出来了 回顾第二组声像之前 提示各位观众朋友 喂喂喂 like了片了吗 留了言了吗 以后记得未看片 都要先like 先留言 因为正如我上次所说 现在这个死人youtube 无端端在黄标我 打压我 所以希望大家 多一些positiv的reaction 可以去抗衡这个恶势力 而且说真的 我这么辛苦做片 给多一点鼓励 我都不是很过分 记得确保自己 是已经subscribe 订阅了这个频道 还有要打开 那个通知钟仔 notification 是for all videos for全部影片 而不是只是 它有一个功能 叫做什么 customize video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定制影片 还是叫personalize 我忘记了 记得是for所有影片 所以我以后出任何影片 它就会即时通知你 你就不会miss out 任何东西了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也都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强烈 威逼你有大家 其实一定要去追踪 订阅我其他的social media 其实很简单 只有两个 Facebook 和IG 而IG的账号 是tm underscore jtm 为什么呢 因为功能是不同的 youtube很明显是for 放影片 是不是 那个community post 社群贴文 社群贴子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功能 是出到文 是出到图 但是其实它有限制 而且有时我有一些敏感的keyword 你知不知道它是会删除我的post 它会删除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 其实youtube的打压 并不被珠西伯格弱 ok 然后 因为youtube community的reach rate 一直都比较低 所以有时我就算写了 都未必你会收到 所以最好就是Facebook 一向的reach rate 是最高 Facebook 是很方便我去写一场很长的文字 亦都有超连结可以直接被你去按到 很方便的 IG呢 会放一些比较personal的东西 当然都会有我一些最大陆那些尖声的post IG是按不到超连结 不过呢 我有时会有独家的限时彩蛋 是只是放在IG上面 ok 还有最后 提醒各位 未开patreon的朋友 记得尽快要开定这个patreon ok 我在这里想预早通知大家 因为呢 可能有些人 我当 直接是未有信用卡 而我听说 开patreon 好像要有信用卡 我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尽早去了解 ok 但是放心 你只要快 只要尽快尽早 而不需要太过心急 因为说真的 老老实实 其实我自己都未开 所以不要再来问我 哎呀 为什么patreon找不到你的塔仙烂林 因为我根本我都未开 但是我提醒大家尽快开 那我迟些开通之后呢 所有那些什么占星预言 吹急避空提示呢 就通通在patreon见了 ok 还有 我现在暂停了个算命队 我从今年五月暂停了算命队 是不是 到我下年重开的时候 有patreon的朋友 就是我patreon的followers 是可以优先排算命队的 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 读家会员福利 好了 言归正传 相信大家看到 刚才的底图 都猜到 第二组 星象回顾 想说什么 就是英女王细细 我呢 当然在任何语言 都没有specifically指过 英女王细细 但是呢 原来在不同的渠道 都会有少少暗瓦底去透露 啊 不是说透露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英女王细细细 ok 但是呢 有很多其他的星象是符合了 例如在2022年 2022预言part 2 of 5 即是椰菜脚封面那条片 专门讲超级商业年那条片 我就讲了 今个2022年 会有很多大型的朝圣活动 悼念活动 是不是 朝圣 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发生 即是一些 真的叫做pigrimage 即是那些人 可能那些回教徒去密加 不过我想他们 每年都会去密加 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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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或者那些去 什麽去耶路撒冷 去那些什么哭祥 或者是佛教徒去印度 尼泊尔 即是这些比较大型的 我不知道 即是今年没有人报料 我也都没有去找 但是呢 大型的悼念活动 果然就是因为 英女王的逝世 而是发生了的 那为什麽那时候我会说 这些是朝圣 悼念 因为相遇就是和 首先死亡有关的 和回忆一些挂念有关的 和宗教 和这个宗教是一些 一些比较接近圆虚的宗教 或者是一些宗教的那些 所以为什麽 那时候就会说 那时候就会说 这些比较大型的悼念活动 和你们看回 哇 这个是全球有成 二千名国家代表 和贵宾会出席议式 英国当局也预计 会多达一百万人送别旅王 OK 那这个只是英国境内 但是在香港大家都见过 发生什麽事 还有这次的葬礼 国葬是英国解除 这个武肺防疫限制之后 最大型的国民纪念活动 因为相遇就是和这些 纪念有关 缅怀 一些Guru days 我们的一些 一些很fond memories 这些通通就是相遇 会去触及的议题 还有我真是买花赚发向 但是我不是赚自己的发向 我是赚西洋占星 是真是很有趣 在我有限的知识 我估留港民 但是我所认知的玄学里面 就算是中的 就算是西的 我没有认识任何一派的玄学 是可以由一些社会 政治经济大事 就是政治经济大事 天灾人物 说到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 就是一些生活小节 文艺潮流 就是跟你说 今年戴戒指 年头又叫你不要转发型 不要转角色 到这些日常事务 都可以深入得到 所以我真的很幸运 我以前跟师傅 接触了这个 这么有趣的一个 西人尖尖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 它不单是神奇 但也是很好玩的一个 subject 好 当然除了9月 女王就走了之外 最近期 江澤民也是走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 很大型 或者 any kind of 什么都可以叫 就是 一些这样的悼念活动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这里的图片 还有我忽然之间 灵机一触 我想到这个字 你想想 我们中文成语 词语 为什么我们会用 鱼冠这个字 就是说 一些人排队 鱼冠进入 乐意不絕 鱼冠地去做些什么 那些人现在就在鱼冠地排队 然后鱼冠进入 喪礼会场 去悼念 为什么会用 鱼这个字 因为真的好像鱼在游走 所以 所以相遇了 为什么就是管这些 movement的动势 还有 因为悼念 或者我们去朝圣 pilgrimage 我们就要慢慢去 一步一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 通通 英雷王 江澤民 走了 我悼念 都是这个 2022超级商业年发生的 不过 最让我引以志豪为荣的 原来是 我在今年的 嗯 不知道 7月 就出过两条 占星预言片 叫做 历史分水岭 港人从此 自己执山 记不记得 有上下两集 封面是 维港倒转了 这样的 长城 你们可以去找回 根据现在这个 playlist 我这个 合尖乱林 尖声预言 合辑 这个playlist 然后你里面去跟回 时序去找 我想是今年 7月的片 OK 好 在那个片 那两条片里面 记不记得我说过 啊 原来在 今年渔村生日 即是由 2022 7月 去到 2023 的6月 尾 这一年里面 因为我说 渔村在走一个 叫做金牛运 记不记得 好 好 在这一年里面 我就说 那些渔村 会非常之 怀念 即是 往式 那个主人 OK 我们会去 激发了很多 究竟是 生良 还是养良 熟大的 这个问题 我们对 那个以往 那个根 那个root 会有很多的反思 会有很多的 怀念 记不记得 我说过 生良不及 有良大 是吧 果然 所以 英雷王 在 九月的 逝世 的而且确 在渔村这个社会 在渔村这个社会 是激起了 很多反思 一石激起千重浪 不单止 一些党媒 党部都走出来 去 骂人 哎呀 戀籍啊 甚至 根据暴动 我现在只是读报道 OK 就说呢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 门外放满鲜花 有人把贴港英旗 英国国旗 还有英雷王的照片 有部份 都非常之有创意 写了什么 我爹亲娘亲 不及婴女王亲 还有呢 我真是 Exactly 这个字句 生良不及养良大 等等 这些东西 亦都有给英雷王的 手写信 甚至 印了一些 已经停运的 苹果日报 标志的黄雨晨等等 连黄婆婆呢 都 有五次 他说自己 起码是五次 去了 英 英领事馆那里 去悼念 OK 大家可以看回 刚才的底图 都很多 那时候去悼念的一些民众 他们的 心意 他们去表达的东西 完全就是 他激起了我们 就是对一个 旧殖民 时代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还有 完全就是生良不及养良大 这个issue 就重新在那里发酵 发大的 就是在今年 2022里面 which 就是 在渔村今年行这个叫做金牛运的时候 最后有多两单粉丝报料 是值得我们去回顾的 老老实实 我那时候没有说过会发生这些事 这个不是我准了的预言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有志学占星的人 可以去这里试味一下 究竟超级商与年 那个能量还可以怎么样呢 将来一些商与力量很强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再次拭目以待 一些类似的 这样的现象 人类社会现象 可能会再度发生 第一个呢 就是 是木海峡相遇的日子 which 就是在今年的4月12、13日 刚好 原来有一个真的叫做Neptune 海王星的飞弹 这一天呢 就打爆了 莫斯科的黑海巡航艦 OK 那就有两名粉丝报料 刚刚就是在 木海峡相遇的日子 然后巡航艦 在海上 然后真的有个海王星 那个飞弹的名字 就是叫做海王星 那整件事是否觉得很有趣呢 很多巧合 那还有我想提到一些 如果以前迷失了我的影片的人 记得今天要重看 在今年4月呢 我就出了一个 塔尖暖蓝星盘分析 OK 那个星盘分析呢 就专门去分析 当时4月12、13日的 木海峡相遇的 如果你当时迷失了 麻烦你现在一定要重看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星盘分析里面说的 原来到今时今日 到明年到后年 都还是认识的 OK 今年4月12日 5月13日发生的 木海峡里面的 那个星象能量 可以为大家带来 很多很多年的影响 那你怎样可以去 benefit from 这个这么长远的影响呢 详详 麻烦自己去 重找那条片 叫做塔尖暖蓝星盘分析 即April12、13日 木海峡相遇 这样的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有趣的粉丝报料 第二室报料 就多谢我youtube的粉丝 叫做nitl 他整天都很热心留言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见过他 那你们自己可以去讀一讀 他的一个observation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 是非常之有慰根 那还有占星 我经常都说 就是能量自己去串联出来 占星的好玩之处就是 就是我在星图那里 看到 看到鸡蛋 看到面粉 看到牛奶 看到糖 但是究竟他最后 出的成品会是什么呢 那个chemistry 就是 那个chemistry 其实也是把这些东西混合了 是不是 好了 但是究竟他会出 鸡蛋 不是 他会出蛋糕 还是出鸡蛋仔呢 还是出 布丁糕呢 还是出 块饼呢 还是出曲奇呢 那这个呢 就真的 这个要看宇宙去画视 但是我们 就是研究尖精的 我们当然会用一些最大脑 最热门 你会觉得最容易应验到的方法 我们还没说那些的预言 但是 你永远不够宇宙玩的嘛 是不是 人算不如天算 你怎么知道 宇宙最后会将这些不同的元素 去拌出了些什么 正如在Nick 这里的observation 他会觉得 其实海阔天空 是那时候beyond 那个片 破了一亿的view 就是 都是在 什么时候发生 总是在今年里面发生 这个超级双元年里面发生 OK 是什么时候 我想都是差不多 木海峡的时候 是不是4月 那时候破了一亿view OK Anyways 这个就是 我想是4月 非常有趣 在一些这么西微的地方 都会见证了 这个超级双元年的力量 OK 还有说真的 海阔天空 只是这首歌的歌名 又大海 又爱自由 是吧 这些感觉其实都很相遇 是吧 是吧 乳在海游来游去 是吧 所以 多谢粉丝的这些有趣报料 有时候 正所谓 乳教于学 还有 叫做什么呢 哦 教学商长 不过不是 又不关我教士 但是 活到老 学到老 有时粉丝 有些很有建設性的报料 都会令我自己大开眼界 再增广见闻 所以在这里 多谢大家 多谢 NXTL 还有之前那两个 打飞蛋的 KML 还有EASTA EASTA 还有这一宗 新闻 我相信是危科学 但是 挺有趣 你当笑料去看 但是 都是向这个2022超级双元年 勾起了人和鱼的 关系的反思 就算不是真的 但起码我们会去想这回事 登登登登 来到最后 火翼箱子的预言部分 好 首先我想说 我到今天到part 13 很明显 其实在之前的12part 和好早 因为一些基本资讯 其实可能在part 1 2 3 我已经会说了 就是说这个火翼箱子期 究竟是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完 我一早交代了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重吻呢 为什么每次都要来问我呢 有时做人自己都要给一些责任 我说完 你又要去再问 那我先说你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当好头好味 还有就是 就是 你当好头好味 或者叫做 压軸又再去提多一次 但是 但是中间很多预言部分 你就真的要重吻 我这次不是做一个重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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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新的预言 但是 一个很基本的 piece of data 究竟这个火翼箱子期 到什么时候呢 我在这里再说多 最后有一次 好了 话说 在明年2023年1月12日 火星呢 就会在双子座的八度 the eighth degree 就结束翼行 开始不打倒吞 所以他就开始顺行 是不是 但是都还要小心 记不记得我经常说 有些东西叫做 厚阴影期的 post shadow period 是不是 原来呢 他要去到3月15日 西历3月15日 连这个火翼箱子的厚阴影期都过了 所以那时候才是叫做 可以真是放下心头大石 可以输一口气的 ok 然后呢 去到3月25日 那这个火星呢 直接离开双子座 去到他下一个星座 就是他下一个座 ok 那所以呢 就是这就是那些 时间点了 麻烦 听完 还有你 你怕以后又不记得 或者以后上来重弯 那你就抄掉他了 不要次次再问 好 那今天这个新的预言 是关于什么呢 不好意思 有点迟了 其实是想说 昨晚12月8日 昨晚西历12月8日 Thursday night 那就是 农历15 那就是这样 最近的沫月期 大家有没有看到天上的月亮都又圆又大 真的好漂亮 十三十四十五开始的月亮就好干很圆 而且现在是冬天 没有什么云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更加清晰 还有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咦 在这个月亮旁边 永远都有一颗橙橙红红的星 原来那颗就是火星 因为昨晚的满月是发生在双子座 好像是16度左右 刚好昨晚的火星在双子座都是在16度左右 所以昨晚的满月很厉害 日月对冲 因为太阳在射手 月亮在双子 然后火星都在双子 即是火星现在是黏着月亮 然后就去跟射手座对面的太阳 就连成一线打架 不过我想说这个满月是一个 extra 但是因为其实每一次火星逆行 都会有一个特征 就是总会有一天 火日地球会连成一排 即是会发生火日对分 地球就在中间 但是只不过昨晚还要加上满月 就是去承大了那个能量 OK 即是你明白 原来 以后每一次的火星逆行 这个那么长的period 其中中间 都始终有一天 是发生了一个火日对冲 就是火星和太阳 形成了一个180度的上位 aspect 或者叫做角度 即是他们两个直接打对台 但是昨晚刚好恰巧 亦都是15半月 农历15半月 连个月亮都黏在火星一起和太阳打架 好了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这个影响呢 就不是说只是一天 一两天 是的 原来呢 是可以长达一个月的 起码一个月 或者甚至更多些 所以啦 由昨晚12月8日 Thursday night 开始的个多月啦 天下全人类 不过特别是变动星座的朋友 怎样为之变动星座的朋友呢 如果你在四变动星座里面 有太阳 或者月亮 或者水金火 三星 或者是上星族 或者天顶族 如果这些是在四变动星座的话呢 啊 那未来你们一个多月里面呢 就 会很容易发生两样的事項 要多加注意 第一 在身体呢 无端端呢 会有些热症啊 炎症啊 特别在你头的部分 所以例如那些什么 痰火核啊 痰火核在脖子 算了 差不多啦 喉嚨痛 差不多啦 都当是头啦 好 或者眼睛 无端端 很多眼屎啦 躁热啦 口无端端生非之啊 热气啊 喉嚨痛啊 牙痛啊 即是有些火热上升啊 或者无端端发烧啊 接着无端端的鼻发炎啊 流鼻血啊 这些东西呢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 还有第二个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呢 啊 来着你们呢 会无端端 很容易去抱怨啊 放腹啊 然后这些东西呢 很容易去得罪到别人的 好多冤屈气啊 一路屈住屈住在肚子里面呢 无端端一下子要去爆发 所以呢 这件事是会 是因为基于那个生存能量 很容易会使然到 你们会去做这回事 那 其实我觉得 适当的程序书法是需要的 必须的 不要说屈到自己有病 但是呢 在爆发的那个 manner呢 小心一点 是吧 那如果你又可以自己去疏道出来 就是去疏道出来 但是同时又不会令人觉得太矮易呢 那你就成功了 是吧 好啊 跟着最后讲了这个 还有这个点 当然啦 如果我当你的日月水金火上升天顶 是在四变动星座的十六度左右 十六度左右 那这个就会呼应了昨晚的火合月对冲太阳 那如果在四变动星座的十六度左右 那你就会更加来到这个两月 会发生我刚刚说的那些热气啊 严症啊 和放腹抱怨得罪人的这些事情 那来到自己就小心一点 那就在这里祝大家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拜拜